近日,中国首款轻能源列车成功上市 不加油不充电 续航海可以达到600公里 此消息已经发布 美国哪边却彻底坐不住了 并且还嘲讽道 中国这是在吹牛 根本就不可能 不料现场画面曝光后 彻底傻眼了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研发出轻能源列车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我国的交通运输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这其中有我国基建团队的功劳 也有我国科研工作者的功劳 高铁的先进已经不用赘述了 近日我国有轨电车也取得了跨时代的突破 引领全球的世界首创引人瞩目 根据媒体报道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的 2023年中国品牌热活动上 由我国研制的轻能源油轨电车正式上线 最高时速160公里 可实现600公里超长续航 被业界专家评价认为 它不但是世界上首条轻能源油轨电车 也标志着我国现代油轨电车 正式始入青时代 所谓轻能源油轨电车 就是一种以轻为能源的新能源轨道交通工具 列车前端采用全包设计 流线型车头具有优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车身但蓝色跳动的曲线 如同波涛奔涌的大海 代表着轻能的磅礴动力和自然和谐 但蓝色的点阵犹如浩瀚宇宙中闪烁的繁星 代表着希望与未来 深蓝色的车身配合已是二维核心的氢化学元素符号 赋予列车智慧与科技 大家都熟知 普通的电车本身就是以电力为动力作为动力源的 因而车辆不会排放废气 但是其他能源转化为电能的过程 确实必不可少会产生一些污染物的 我国如今最新研制的这款轻能源油轨电车 它是一种完全无污染的环保交通工具 这一次进行的轻能源油轨电车上线 是全国首个以轻能源为动力的油轨电车项目 也是世界首条商业运营轻能源油轨电车线路 据介绍 轻能源油轨电车 是以轻作为动力的新能源轨道交通工具 拥有续航里程长 全线无接触网运行 零排放等显著技术优势 轻能是一种清洁 零碳的可载生能源 具有能量密度大 获取方式多样 智取和使用过程清洁等特点 是国家推进双碳战略落地的重要新型能源选择 此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和超级电容相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 替代原有接触网供电方案 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在氢燃料电池中进行电化学反应产生 反应产物仅为水 无任何氮流副产物 并且反应过程平稳 早因小 因而具备环保 零碳的特征 通过字面意思也可以知道 氢能源与常规列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 氢能源油轨电池是搭载氢燃料电池 作为动车的动力源的 它工作的原理 是通过燃料电池内氢核氧的化学反应 产生电能来驱动油轨电池 这种通过氢燃料电池发电的办法 是真正为环保做出贡献的 那么氢能源在轨道交通上应用 节能减排效果到底如何呢 专家介绍 一列时速160公里的氢能源是一动车 一天来回跑500公里 一年大概可以减少1万多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 减碳效果非常明显 可以说 氢能源列车是轨道交通领域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因为它的原理 是将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在这个化学反应中 唯一的副产品是水 没有产生任何污染物 因而可以真正实现绿色环保 另一方面 使用氢能源也非常方便 这种车充氢速度快 加满一次氢气只需15分钟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摆脱了接触往运行条件的束缚 车辆可以广泛应用于现存的非电气化线路区段 大幅提升市与车辆的应用范围 同时避免了进行电气化改造带来的庞大基建投入和维护成本 零排放交通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这种氢能列车体现了绿色交通与先进技术的结合 全球首列氢能源市与列车的研制成功 将引领市与交通绿色低碳发展新方向 带动氢能源相关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和创新发展 氢能源列车不只是环保 采用这种能源发电 还使得有轨电车拥有超强的续航能力 据了解 该车加满一次氢气 可以持续行驶大约100公里 这是由于氢燃料所具备的 极高的能量密度 也正是一位氢能源油轨电车的长距离续航能力 这种电车在行驶途中 全线都不依赖外部供电 也就不需要架设接触网了 要知道 电车架设接触网 不但需要花费大笔金钱 看上去还非常不美观 接触网线路纵横交错着 影响这个城市的美感 但是由于这款电车是加氢燃料使用的 且续航能力超强 所以车辆沿途不需要再建设 牵引供电设施 这既大大缩减建造成本 也不会对城市景观造成影响 简单来说就是便宜又美观 崔万 中国制造的这款轻能源是于列车 兼具数字化 智能化的特点 车辆采用最高等级的自动驾驶技术 可实现车辆自动唤醒 自动挤停 自动回库等智能行车功能 同时采用车 车通信系统 优化了车辆控制流程 极大的提升列车运行效率和安全可靠性 列车设置多个智能检测系统 数千个智能传感器 像带着随车医生 随时自体检 自感知 可对主轻系统和氢燃料电池系统自动监控 诊断 防护 确保轻系统在行车过程中的安全可靠 列车采用5G大容量车地通信技术 实现车的信息传输的多网融合 以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列车运行状态进行评估 保障行车安全 但是它的优点可不仅仅是新能源 我国交通运输高速的特点 它也同样拥有 轻能源油轨电车的最高运行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 而且它采用三节编组 最多可以搭载350名客人 该车还应用了脚接式转向架 永磁电机直驱等世界先进技术 列车曲线通过能力强 乘坐平稳舒适 运行更节能 在智能监控方面 也设置多个智能检测系统 数千个智能传感器 像带着随车医生 随时自体检 自感知 列车首次采用5G大容量车地通讯技术 实现车的信息传输的多网融合 以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列车运行状态进行评估 保障行车安全 在智能交互方面 它应用了OLED车窗 双区面屏 超薄屏等智能化乘客信息显示技术 实现视频直播观看 出行信息查询 采用智能照明系统 可根据车外环境自动调节亮度及色温 提升乘坐体验 轻能源列车和电力汽车都是清洁 高效 低噪音的交通工具 它们相比于传统的柴油机车 都有着显著的环境优势 那么 轻能源列车是否会取代电力机车 究竟谁更胜一筹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优缺点 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需求 轻能源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不需要依赖于外部的电网供电 而是通过自带的燃料电池 将储存的氢气转化为电能 这样以来它就可以在没有铺设接触网 或者第三轨等供电设施的线路上运行 而且也不会受到停电等突发情况的影响 这对于一些地理条件复杂 铺设成本高昂或者供电不稳定的地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反观电力机车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直接从外部获取所需的电能 这样一来它就不需要携带额外重量 或者占用空间来储存燃料或者蓄电池 这对于一些需要高速高载后或者长距离运行的线路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总之轻能源列车和电力机车各有其适用范围和市场需求 并不一定会完全取代对方 相反 他们可能会互补或者竞争 在不同情况下发挥各自的作用 当然 在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 两种类型列车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交流和融合 并且也可能出现其他新型清洁能源交通工具 我们期待着更多创新和突破 在保护环境和提升效率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要实现轻能源列车的广泛应用和普及 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和合作 不论是政府 企业 科研机构还是公众 都应该积极参与和支持 轻能源列车的发展和推广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共享轻能源列车带来的好处和便利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一期再见